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 见证学术界使用国研院研发服务平台 所获得的重大突破与贡献 我们服务的学研的面向非常宽广 所以这也回到了国研院的愿景 追求全球顶尖开创在地价值 透过结合我们国研院的基础平台 不管是软体或者是硬体 我们各个单位重要的研究设备 一起come out出来很多重要的成果 今年的特优奖由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讲座教授蔡克全的研究团队获得 其研究成果是建筑结构制震技术研究 所使用的研发服务平台是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地震模拟实验研究平台 成果展示了研究与实践的无缝衔接 并为全球抗震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我的研究主要是建筑的结构制震技术 那么要做这个建筑结构制震技术研究的话 常常需要靠实验的方法研究携身装在建筑物里面 怎么样可以提升建筑的耐震性能 同时也降低整体建筑的造价 那么这样的大型实验需要很多技术人员 第一个是需要很昂贵的测试设备 所以在国际院国政中心有这样的一个硬体基础之下 然后很容易就把这样的实验落实 动员国政中心的技术人员 然后在他们的协助之下 在学生的参与之下 因为有技术人员的参与 学生在实验室里的安全也可以提升 地震工程方面的研究 在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所探讨的主题主要就是结构5 房子101大楼或者是桥梁 这些山峰地裂这种事情 那研究这种对象我们需要是两个手段 一个是数值模拟 另外一个是实验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如果要对一个房屋来做实验的话 我们需要的设备不是一般的大学 或任何一个实验室可以简单办到的事情 国政中心它基本上就是积了国家的力量 来成立在一个国家等级的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心 这样子 跟蔡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呢 时常是难度很高的结构实验 因为有最先进的实验技术 然后还有最大规模的结构抗震的实验 其实吸引了美国日本这种抗震技术 很发达的国家的专家的研究的学者 来台湾亲自的参访这个实验 对于这个促进国际的学术交流 还有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是很重要的 由清华大学徐硕宏特聘教授团队 与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合作 本次获得优等奖 在量子电脑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让台湾量子国家队 在量子运算技术上更进一步 量子电脑是现在世界上 很多大国在近乡追逐的一个研究题目 那量子电脑 因为它有一些原件的量子特殊效应 它做成的电脑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解决以前传统的电脑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量子电脑事实上是微波的系统 而且它要在很低温操作 非常感激就是说 半套里中心有这个资源 让我们能够做这个研究 跟全世界一些顶尖的实验室来竞争 我们这边提供了 从前端的制造设计 然后到后面的量测 其实我们都有提供给学校 这样的一条龙的服务 除了可以做量子位员 我们可以设计这些电路晶片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量测环境 让学校来确认它这些控制晶片 能在低温下能知道它那些特性 是不是能符合去控制那些量子位员 徐老师这次跟我们合作主要是应用在那个量子电脑 讨论可以用哪些方式去量测这个杂讯把它量测出来 后来也成功的把这个技术把它开发出来 那也成功协助了徐老师 把他所想要的一个高频杂讯的一个指标 把它量测出来 台湾大学魏子唐副教授团队 在国家实验动物中心支持下 对动脉硬化药理机制和血管发炎研究 进行深度探讨 取得关键性成果 本次获得优等奖项 将为心血管健康带来新契机与治疗希望 近年来主要是在探讨大麻素CD1受体 活化之后会对于心血管造成怎么样子的危害 那因为过程中发现CB1受体的活化 会造成血管的发炎 以及相关氧化压力的增加 那最终导致相关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状况 唐室开发抑制CB1受体的相关药物 那未来就可以使用在很多民众 以及患者心血管保护 以及疾病治疗的领域上面 那我们整个中心其实都是在协助整个国内的 这个生意研究发展的一个部分 那特别会是针对生意研究所需要的一个动物资源 肆域的一些技术 然后还有一些实验技术 那包括也有一些教育训练的部分 以及一个标准化的环境 在早期的时候就有发现 国内啊其实有非常多心血管的患者 所以国内的相关研究非常的永迫发展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前试验研究或药物的开发 其实需要动物的资源来去做协助 那如果研究者呢 都必须要从国外去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话 他其实就会有大幅的一个成本需要去负担 也会阻碍他们一个研究的进程 所以我们自主去开发了这位子堂老师 所使用的Apple1基因剔除的小鼠部分 那我们完成了验证 然后就开始在地生产在地供应 那提供了这样子的高品质 然后的模式动物提供给老师们 那也很高兴为子堂老师能够有这么好的发表 那对我们的团队也是很好的肯定跟服务 获得优等奖的另一组团队 是台湾大学薛文正教授团队 他们使用一科中心光学系统整合研发联盟平台 完成前瞻高性能拓扑光电元件设计开发 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成功提升光学传输稳定性 进一步促进光电技术在学术研究和产业应用上的商机 托普光子晶体其实是一种光子晶体 那光子晶体可以应用到这个通讯 或者是检测 或者是光学系统的各个元件里面 让它的这个工程的误差的影响减少 而且它的性能会比那个传统的这个性能还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 真的非常感谢国家实验研究院的这个平台 特别是一科中心的这个光学产学这个联盟 整合了国内的许多光电光学方面业界的专家 那我们跟他会有比较多的深入的一个讨论 那才能说开发出比较符合业界的一个产品 这一次因为薛老师他主要是研究 透普光子晶体相关的一个技术 然后把它开发成光电的元件 那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薛老师的团队那边是负责整个理论模型 我们其实是扮演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我们不是业界 但是我们有研究能力也有工程实践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跟老师合作 瞧接学校老师的那个前瞻的研究 然后到业界部分 我们就扮演中间一个工程实体化 有机会把它转接到业界实际来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科中心蛮重要的角色 这个也是国科会赋予我们很重要的角色 获得优等奖的中央研究院廖宏源特聘研究员团队 则是使用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的 台湾山二号AI超级电脑 开发MT YOLO 全世界最快最准的 及时多任务电脑视觉分析系统 主要广泛应用在智慧交通与公共安全等领域 助力数位新时代发展 AI它最近这个趋势是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通常都要训练一个很大的网络 让它训练很久 用很大的资料集去训练它 但是通常一般的实验室 是没有这样的重设备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要设计一套 轻量的演算法的模型 让穷人家也玩得起这个AI 因为我们需要算力来做训练 预训练这些模型 把那些简单的模型训练好以后 直接可以移到H端 让Mobile Device直接能够用 发展的过程其实仰赖国网 让我们去做预训练这些模型 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国网中心针对学界最常需要开发的部分 比如说是人工智慧或是深度学习 有提供台湾三二号的超级计算平台 我们知道说学界老师他对我们的这个平台 一开始他一定都会有一些就是不熟悉的地方 只要老师他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心申请的计划 我们就会有就是学界服务团队的成员 然后担任他们的这个就是技术窗口 然后来去就是跟他们做第一线的这个接触 我们帮教授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然后调教后 在我们平台上面原本一笔资料要跑14.6毫秒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教了之后呢 就变成8.1毫秒 那时间减少了之后呢 它的效果舒服就大大的提升了 未来国研院将不断引进新技术 支持更多科研创新 继续落实执行建构研发平台 支援学术研究 推动前瞻科技 培育科技人才四大任务 引领台湾科技研究与科技产业永续发展 并持续向上提升 全球的交易